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著名的歌唱家雷家老师 著名的文化学者我们非常喜爱的立波教授 和中国晋级歌者再度集结突围赛 开启最激烈的车轮大战模式 赛前六位晋级者优先抽取七个出场号码 而剩下的号码作为神秘复活者的出场顺序 千两位选手演唱结束 现场401位名歌爱好者将现行投票选择 支持人数少者将进入待定区 而支持人数多者则率先登上优胜宝座 继续接受其他选手发起的挑战 七位选手演唱结束 最终留在宝座上的选手将成为本场第一位晋级者 而在待定区的六位选手中 则由三位音乐评审 决定出第二位晋级者 谁能在惨烈的车轮大战中生存 谁又能锁定本场仅有的两张决赛入场券 欢迎大家 好 我要用我们的糖果手机给大家拍一张照片 心情怎么样 开心 好紧张 有紧张的 紧张 你们告诉我谁抽中了今天的一号 压力会很大吧 就是 很大 虽然你抽中了一号 但是你不是第一个上场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你们当中 有一位选手 非常非常的勇敢 自告奋勇 第一个上场 谁啊 这个人就是 金光炫 金光炫 你够了吗 我够了吗 我够了 为什么呀 真的 我们 我们真的太佩服你了 为什么 我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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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够了 我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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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够了 或者比赛 没能常常陪在她的身边 所以我只要在家 我就会多陪一陪我老婆 我会把好听的朝鲜族民歌 唱给我老婆听 也唱给我的孩子听 我相信她能够听到 这动人的旋律 也能感受到旋律中的感情 亲爱的宝贝 为爸爸加油吧 本场的第一位出场的选手 是金光炫 原本她抽到的出场顺序 是第三位 主动要求打猫炮 来自朝鲜族的非常棒的选手 金光炫 海风吹 浪声随 离家出海难回 铁边心 夜夜追随 海浪家 思念层层退 心月明 周围花 常无人在远方 青丝困不住时光 报应却也难抽霜 或许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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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醉我梦中梦不尽 水流云坦克一方 一夜苦舟梦中当失了袖口 又叹悄悄 往今前返往不穿 追着去的方向 岸上人已唱起那古老的歌 日夜前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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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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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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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听起来呢 我觉得你的改编好在哪里呢 就好在你的四四派和四三派之间 没有痕迹 当年王乐斌改编了那么多的 少数民族的民歌 他的成功就在于 古老的民歌不够严谨 不够完美 通过他的改编整理以后 一扬顿挫更加明显 使我们唱起来更加容易记忆 你的这个作品改编 基本上就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境界 挺好的 谢谢 谢谢我们王乐斌 好吧 祝福光炫 我到宝座上就座 谢谢光炫 第二位出场的选手呢 是一位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 帅气英俊的小伙子 他的歌声在第一赛的时候 给我们留下了 非常难忘而深刻的印象 他的歌声 时而像一匹快乐的奔驰了骏马 时而又像一只 翱翔在草原上空的雄鹰 他是谁呢 让我们掌声欢迎 二级愿 感觉是被很温暖的草原包围着 我觉得他很时尚还 中间加了个假设里面 带一点流行的 时尚的一个 我参加耳畔中国已经入围了 晋级了 哎呀 爸爸听你高兴啊 要没出席了 爸爸啊 好 一起加油 晋级之后我很开心 觉得自己很幸运 我非常珍惜这次机会 这次选择的歌曲是讲述了一个爱情故事 天边是一首很有内涵心境 经过岁月沉沦的一首情歌 我希望用我最真诚的心 把这首歌唱给你听 现在她那是天呐 大家好 你好 二级愿 老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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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怎么抱了个羊上来 今天是我想用我这个羊 换老师的专辑啊 上次答应您给您带了一只羊 谢谢 太可爱了 谢谢你 谢谢 天边有一对双心 那是我梦中的眼睛 山中有一片尘雾 那是你昨夜的柔情 我要登上 登上山顶 去寻觅雾中的鲜蜜 我要跨上 跨上鞠馬 去追逐遥远的星星 星星 天边有一颗大树 那是我心中的鱼 远方有一座高山 那是你过大的胸肌 我要与你山下放入 去追寻你的福音 我愿意 属下海情 去定之美丽的憧憬 你 重情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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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 那可 你好 二奇冷 真的聽得讓人心都醉了 其實這一首天邊 很多人都在唱 各種不同的版本 但是今天 在爾帆中國這個舞台上 讓我聽到了 又一個新的版本 他在這個音樂裡面 最後加了長調 特別是剛開始那一段 控制的唱 其實很不好唱 我覺得那個愛啊 應該就是放在心中 含蓄一點 深情一點 我聽完你的演唱 今後我再唱這個歌 我會間接一些東西的 謝謝你 我有另外一個體會 就聽你唱歌 有時候我們經常會講 說這個人生的境界啊 像樂器一樣 說樂器的境界 像人生一樣 你剛才唱天邊 我就覺得像遠遠飄來的 另外一個 音色的碼頭琴 好像一個坐在我身邊 一個真的在天邊 飄過來那種呼應一樣 我真是不知道 他是怎麼修煉成這樣 那麼這個非常好 謝謝 其實這個詞作者 我們知道 其實格楠老師 對不對 他年輕的時候也是知青 等於生產建設兵團 在這個過程中 他遇到他人生的愛情 和另外一個猛足的姑娘 但是後來那個姑娘到北京 上大學了 他們的愛情就終止了 但是這段傷痛一直藏在他心中 過了三十年之後 到北京的時候 在北京機場 遇到他三十年前的戀人 經過三十年的歲月滄桑 那時候突然遇見那種感慨 他從機場回來之後 他當時就寫下了這首天邊 你看人生就是這樣的 就是最美的歌一定是什麼 歷盡滄桑之後啊 就初心不改 還有一顆赤子之心 所以他選這首歌太棒了 太好了 謝謝我們的教授 天邊大家都非常熟悉這首歌啊 我第一次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我聽到的是一個 越境千番 一個滄桑的這樣的一個 男性的聲音形象 然後我今天聽到的是一個 有一點點志氣 但是呢又非常深情 對未來充滿了憧憬的 一個大男孩的形象 真的是每個年齡段唱出 同一首歌每個年齡段唱出的 美感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感謝你帶來了一個 不一樣的天邊 也可能跟你自己內心 對愛情的這種憧憬 和嚮往有關係 就是我的心裡邊有一個 自己愛的女孩 她是我心裡邊的一道彩虹 特別好的一個姑娘 事業上也很有成就 完了她的人呢也特別的善良 但是我覺得我現在是一個 默默無聞的小伙子嘛 還沒有什麼好的一個成績 我覺得我跟她還是有一定距離的 雖然可能我們現在在不了一起 或者是將來之後也在不了一起 但是我是真心地祝福她 能有一個美好的未來 我也會為此而奮鬥 太美好了 這唱片沒有感覺了 那我給你支個招 剛才你的音樂當中 我體會到了這種細膩和深情 你就把歌好好的唱給她聽 我相信她肯定會被你這種 非常乾淨的這種情感所打動 謝謝你們 聽聽他們 他們都是過來人 好 我們現在把金光炫 請回到舞臺中央 現在進入的是 蘇格爾糖果手機的投票時刻 這一輪的比拼應該說勝負難料 現場的401位大眾評審 台上的兩位選手 他們的命運就掌握在你們的手中 到底誰的歌聲 真正地打動了你的心 現在是你們行使全力的時刻 投票 開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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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爾奇愣204票 金光炫197票 相信人間會有奇蹟吧 當然了 我的孩子出社已經是奇蹟了 太棒了 對 好的 我們謝謝金光炫的演唱 謝謝金光炫 謝謝 請在帶進去候場 謝謝方炫 我們祝賀 阿爾奇愣 請在我們的優勝寶座上就座 謝謝 第三位競進要上場的這位選手 可以說是我們歌壇的實力唱將 在來到爾潘中國之前 他的唱功 他的表演 在當地的中國歌壇 都給我們很多的觀眾朋友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在今天初威賽當中 他是仍然可以延續 這樣超強的實力 向我們的奧爾奇愣發起有力的衝擊呢 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掌聲有請 公爽 阿爾奇愣 不管結局如何 你今天的展示已經是一個成功者 你們要學習郭蘭英的演唱 因為他唱歌有魂 我剛才很驚喜地看到公爽 他把這種精神找到了 大家好 我是公爽 今天晚上我在國外大劇院 有一場重要的演出 現在我們去排練去 這幾年呢 參加了各種比賽 雖然取得了一些成績 但是呢 我不會放鬆對自己的要求 這幾年的歌曲 你們都知道 就是那一首 《長庭外》 那首《送別》 來到爾畔中國這個舞台 我想戰勝的只有我自己 我想讓大家記住 工爽版本的《送別》 《送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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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明》 《田下水道 轉送中》 《山海廳》 《桂牆 gratis》 芳草碧莲天 晚风拂流地生残 夕阳山外山 天之遥一枝桥 枝桥半礼墨 一壶重旧情与欢 今宵边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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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像述说一样 用很自然的音色去述说这一段 然后第二个段落开始 充分地展示了学院派 所学到那个扎实的基本功 在舞台上的展现 中间这一段声音 我觉得声音运用得非常好 没有特别尖量的那个声音 它是有揉的里边的 我稍微也控制了一下 那么特别到第三个阅段 那么就是这个时候 我觉得完全是一个声乐演员的最高经验 他可以炫技了 用了这种跟美声非常吻合的一种声音 大家经常会说美声 千万别 我给你普及一个东西 美声是美好的声音 不是说美声唱法就是美声 民族唱法不是美声 所以我说这个是我们想探讨的一个 就是今天我们民歌走到今天 从50年代的代表人物 像郭兰英老师 到80年代的代表人物 彭丽媛老师 那么又到今天 每一个阶段的唱法 实际上都在上一个的基础上 在于发展 那么我觉得今天 雷博士我也想给你探讨这个问题 发展到今天我们的声乐 我觉得也应该有所变化 对 特别是我是感觉 我们从事民族唱法的人 要揉进去 要结合一些流行唱法的演唱 他们对音乐的处理 和他们对音色的运用 特别是情感的处理 我觉得都值得我们去 间接和学习 然后揉到我们的演唱中来 作为流行唱法的蔡国庆 此刻我们要给严评审鼓掌 因为我在 因为我多少次 跟严文老师在后台探讨过问题 因为我本人虽然是流行唱法 但是我酷爱中国的民歌 但是我不希望听到 把那样的悦耳的中国民歌 用非常之高尖量的那样的一种 仅有的一种表达方式 来去唱中国的民歌 你们达到的是一种刺耳的水平的话 你不知道多少人 正是因为这种唱法 让他们丧失了 对中国民歌的一种喜爱 真的问题挺严重的 这个评审堂要加一个凳子 把蔡国庆老师请到这儿 其实我特别不赞同所谓的唱法 我认为用中国唱法 唱好中国歌 这才是我们歌唱的真正目的 方法只是形式 目的是展示歌的内涵才是根本 其实像我在不同的国际舞台上 有时候也会唱 像上次G20唱的南亡茉莉花 它是两个多八度的音语 前面我完全也没有按照 民族唱法那样唱 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改变了 在那么紧张的这种生活状态下 大家可能更希望听到非常舒缓的 能够放下来让人安静的 舒适的这样的歌曲 所以刚才我非常高兴看到 龚爽能非常平实的表达 特别的好 了不起 谢谢 他们三位都是非常专业的 大师级的专业的耳朵 我带着老百姓的耳朵来的 但是我们的耳畔的中国 既有专业的耳朵 也有百姓的耳朵 所以对这样一首歌 耳熟能详的这首歌 我觉得龚爽的演绎非常精彩 经常这首歌的演奏都有同声伴唱 是吧 为什么这首歌总有同声伴唱呢 因为这首歌是中国学堂乐歌的巅峰之作 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但是李苏彤就是红衣法师了 他1914年写这首歌的时候 这首歌的创作一个背景 那种深厚的人生积淀 李苏彤我们知道他的家境 后来人生的跌宕起伏 他其实是一个百科全素式的人物 我们知道这个现代文化艺术史上 话剧也好 绘画也好 对吧 油画 音乐也好 他都是重要的奠基人 尤其是在音乐 他是近现代以来 第一个用五线谱谱曲的 也是编辑第一本音乐小杂志的 他又是书法家 赚客家 后来又是大德高僧 所以他人生经历非常丰富 但是1914年 他的那个好朋友 叫许焕源 是他们的天涯无有之一 和他一样 曾经也富甲一方 但是人生跌宕起伏 那一年的冬天 他的好朋友许焕源破产了 然后来到他的门口 带着哭腔 大喊了两声 苏彤 苏彤 李苏彤从屋里头出来 然后隔着远远的 许焕源都没有走到他的面前 也没有进门 就说苏彤啊 我幻灭了 然后转身 亮腔而去 李苏彤在大雪中 看着许焕源的背景 突然热泪盈眶 转身回屋 就写下了这首送别 所以你看 一壶佐酒 敬余欢 今宵别梦寒 这里头孕育着 非常深刻的人生矿位 但是他落笔写下的 却是孩子都能唱的 你有十分技巧 但是你出来的时候 显得好像没有技巧 这就是大师的境界 一定要 辅身到尘埃里 然后让自己那颗心 在尘埃里 开出花来 太棒了 当然讲到送别离别 其实我觉得 我们的颜文评审 你在军中转眼当兵 四十多年的兵临了 您每次给军中的战友 也是不是都会有一首 送别的歌啊 我是在85年的时候 后来我找作曲家 写了一首 就是战事离开部队的 后来就写了一首 再见吧老兵 再见吧老兵 对 说实话 每次到年底的时候 老兵要离开部队的时候 我去给他们演唱 这首歌的时候 每次都是热泪盈眶 真的是 最让人动情的是哪一句 您给我们唱唱 再见吧老兵 一把蜡烛 老兵的手 真舍不得让你走 舍不得让你走 哎呀 确实是 到最后的时候 我觉得那句话 让我们记住这一段 铁打的风流 虽然那么用情 但是最后又是 男子他那种誓言的那种东西 现在我们要把 儿其乐 请回到舞台中央 此刻到了我们 苏格尔糖果手机的 投票时刻 到底他们的歌声 谁的深情 更打动了您 在此刻我要告诉 我们的401位大众评审 为他们头上 宝贵的一票 投票 投票 开始 在工爽发起的强力挑战中 奥日其乐 能否继续得到现场观众的支持 将决定本轮投票后 谁能登上优胜宝座 好 工爽获得了223票 我们的R76是178票 你的歌声 你的深情 给我们留下的印象 是一番的深刻 你要在我们代定区代命 在最后的时刻 还有一个晋级的选手的名额 加油 好了 我们让工爽 暂时坐在我们的优胜组的宝座上 第四位出场的这一个组合 他们是由年轻的音乐人组成的 他们的精彩的乐器的伴奏 加上这个组合的小伙子们 又是那样的高颜值 那样的帅气 他们活泼地 充满着力量的 那样的演奏和表演 在我们的竞技赛的时候 留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非常是深刻的印象 让我们掌声有请 小麦组合 谢谢 很默契的一个订阅组合 我们维吾尔族人的血液里 流淌的音乐 我们这个舞台非常地需要你们 也非常地感谢你们 谢谢 这一场演唱我们会玩得更特别一点 选择了一首很经典的新疆名歌 我们想让听的人更直观地感受到 歌曲表达出来的不同情感吧 所以想加入一些其他民族的鲜乐 我喜欢二虎的音色 情感表达方面会特别地好 那我们找个二虎老师拍练呗 这一场演唱我们会玩得更特别一点 没有信心会用我们的活力和激情 去感染观众 大家会喜欢这首非常特别的《借尔拉》 大家期待吧 感谢观看 高高山上有个笑 小午做着那小姑娘 嘴里叫的是泡泡汤 新山多西魔粿 我讀 diy 我讀ullen是 我讀完 我是讀完 我的 rzeczy 我讀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你爱你我真爱你呀 当作画家我来画你 爱你爱你我真爱你呀 当作画家我来画你 爱你爱我真爱 applied 爱你爱我真爱 爱你我真爱 любvoi爱你我真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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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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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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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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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